因为在当下 我相信他们有很多面子问题 然后对方大家个性都很强 我觉得如果可以吸一口气 然后再想一想 我这句话讲出来 会不会伤害对方 然后多一点的体谅跟谅解 我觉得他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 会改善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阿燕 今天在戏剧当中 我们看到了就是林家的爸爸 把自己的女婿叫回来签合约 我想大家都知道说 原本林妈妈本来就希望说 是不是应该要签一个什么合约 毕竟是招罪进来的女婿 可是那个年代 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视的 就是信用跟承诺 原本是不需要的 但是家里头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 这件事似乎是势在必行了 我们欢迎三位来宾跟我们聊一聊 首先来欢迎的是剧中的林爸爸 我们欢迎泰宝哥 主持人好 大家观众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刘志涵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孙淑妹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刚刚说的应该真的是 老一辈的人很重视口头的承诺 对不对 一言祭出四马难追 这个时候其实这个爸爸 原本对于女婿是很称赞的 觉得哎呀 反正的动作 自己好生 应该是没问题 但是后来就看到了 似乎他们夫妻俩 有一些让你担忧的事情 所以要签那个合约 对 那个时候当然是 有一些发生一些事情 然后很不放心 但是太太说要签这些什么 我说照理是不用嘛 但是想了一下 还是签一个合约 好像我也比较放心 也让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警惕 就是让这个女婿也要 也要了解这个父亲 对他是有一些疑虑的 懂 他后来的表现 对 所以还是加拿签了这个 一开始男生就会觉得 有点不舒服 因为毕竟他也是为了 其实他爱面子 所以他跑出去 然后去兼别的杂工 他就是想要把钱弄回来 证明我可以 证明男生是可以 来叛这个家 那只是说阴错阳差 出门的时候 前一天吵架嘛 然后出门的时候又没有交代 所以变得搞得好像 男生跑掉了 那当然回来 在面对爸爸跟阿姨 要拿那个 KOS要签的时候 心里面难免会有点不舒服 因为对他来讲 他觉得被误会 对 说也说不清 对不对 所以就开始 再加上这一件事情 其实是雪上加霜的感觉 对 因为那个合约签完以后 是让爸爸放心 那爸爸也希望我签完这个合约以后 要更有责任感 可是我明明有留字条 我明明有留钱 他为什么没有讲 在现在的这个婚姻上面 除了那一纸结婚证书之外 你们有没有听过 应该有一些国家或者是什么样习惯的人 会流行签这种什么婚前婚后协议书有没有 没有听过 国外才有 国外啦 国外 那个国外是很有钱的 要么就是很没有钱的 很有钱的我们能够理解 可能在财产的分配上面 没有钱的是为什么 他不想继承债务 对 自己的女儿是对自己的女儿有一个保障 那当然了 那可能这个父亲当年可能就是说有这个 因为他觉得太太我们在家里面有讲过 比如说有商量过 还是签一个合约 对大家有一样东西 好像管制在下面 那就对他以后做人 可能他会有另外一个思维 如果是你 你会签吗 我不会签 你会觉得那个是建立在一种 信任 对 彼此的信任 我觉得父母亲会想要南山签的原因 还有一个重点 因为艳遇当时已经有了孩子 如果孩子没有爸爸 在当时应该是比较难去接受的 其实我们应该想 他们其实结婚是公开宴课 对 公开宴课 但是那个时代没有说一定要盖结婚证书 公开宴课就算了 就算了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也没那么 民证可能也是很简单去保护靠 就比较没有保障吧 对 非常没有保障 所以想想想想看我红酒的 跟她结婚大家都知道 我就跑去 喝酒在那里怎么会让人家聚 对 不过说 我们头发也说 当时时代的背景 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所以必须要签合约这件事 淑妹说如果是她 她不会签 我不会签 你们会签吗 我也不会签 因为这个建立在爱跟信任上面 用纸好像没什么 所以有时候在看到人家 那天结婚的时候要签这个 其实我们都觉得 可能我们的风俗民情 跟她们不太一样 你觉得 艳遇师姐她们的婚姻欠缺了什么 我觉得有很多层面 因为她们双方都是来自于 双方的父母亲跟长辈都很疼爱她们 所以从小她们对自己 就蛮有自信的 那南山是因为招追的关系 到另外一个家庭 有一点点像我们现在 嫁入别人家里面 你要去适应那个家庭 那在当下 她们没有爱的情况之下结合 其实就是一个 没有办法产生那个 信任跟互信的感觉 慢慢地就会变成 有一点 吵架那些状况发生 我们一直会有一种既定的想法 被招罪的男士 似乎在这个家里面的地位 会比较矮一层 可是我觉得这个爸爸 似乎并没有要让南山的地位 矮一阶的感觉 对不对 是 那因为为什么我会找 要南山 没有给他去跟之前的男朋友 继续下去 因为我看到他很刻苦赖劳 而且很怕别人一个人 那我对他已经有一种信心了 而且男人嘛 也希望好像我一样 在这个家庭 我的太太就是她的化身 有一点这个意味到 所以对这个南山 没有太多的招罪进来 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 都没有 没有 也是给他很好的一个空间 是 对不对 而且还时时刻刻要叮咛 夫妻俩还常常叮咛他 要以丈夫为重 没错 还要懂得去尊重他们家的长辈 其实这个他都有叮咛的 没办法 艳遇的个性 对 太强了 你觉得师姐 他后来再跟你谈话 可能提到他的先生 他自己有没有觉得 他其实在当时候 如果怎么样一点点 就不会是今天这种状况 我觉得是体贴吧 我觉得女孩子 希望男孩子可以多体谅 多体贴对方 彼此多了一点体贴跟忍让 因为在当下 我相信他们有很多面子问题 然后对方 大家个性都很强 我觉得如果可以吸一口气 然后再想想 我这句话讲出来 会不会伤害对方 然后多一点的体谅跟谅解 我觉得他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会改善 就是少了这一个部分 其实大家一定会想说 对啊 那为什么会少这个部分呢 刚才淑妹有讲过 他在家其实是备受父母疼爱的 他可以做自己 男生他从小也是自己一个人 在外面打拼的 也一向都做自己 对 他没有曾经去学习过 怎么样去体贴一个很亲近的人 这一子契约签了下去之后 当然我们的男生心里头 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可是这个不舒服会不会扩大 还是会让这个家比较稳定下来呢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阿燕 感恩随会今天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他好像说他把我照这个男生 他好像比我比较稳定下来 都会完结 这样 你就要喝 这样 我说好 他就把我们照到 他也是有跟我说 他说 你是要结婚结更多的 还是要跟我一直 套劳就对了 了解 他也是有跟我说 其实他感觉男生的男人是很好 对不对 他太正庭了